人民币大升值 从5月底到现在啊 三个多月时间里面 人民币的汇率已经反弹了超过3600个基点 查看你啊 算个账就知道了 三个月之前 用人民币兑换10万美元 需要71万多 但是现在呢 同样兑换10万美元 只需要67万多 相当于啥也没干 净赚3万 那么这三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疫情控制的好 经济恢复的快 1到8月份呢 全国出口增长0.8% 商品房销售额增长了1.6% 经济形势持续变好 那自然就撑住了人民币的升值 第二呢 疫情之后啊 这老美降息到零 疯狂硬钞 结果呢 大量美元进入市场 直接导致的是美元贬值太快 那当然 间接就导致了 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啊 更贵了 第三呢 全球疫情反反复复 经济各种不确定 那我们这呢 相当于避风港 在全球投资人的眼里面 特别吃香 过去几个月 国外资本呢 持续流入到咱们的资本市场 这也带动了人民币的升值 那个家人就问了 说 那这人民币升值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最直观的就是 老百姓买国外的产品 海淘什么的 结算的时候呢 就可以省钱了 这相当于打个七八折吧 企业机构 如果要进口 比如像飞机啊 大豆什么的 那也是爽歪歪啊 还有啊 原材料依赖进口的行业 像什么造纸啊 石油啊 化工啊 原材料成本就大大降低 还有啊 苦不看一眼 抠到飞机餐楼 都给你缩减的航空公司 占成本30%的燃料费 现在呢 也能下降不少 那当然了 这人民币升值啊 做外贸的 是不是要疯呢 真要疯 上半年 我们的外贸进出口 好于预期 从4月份开始 出口连续三个月 是震增涨 但是再这么没结质的 涨下去的话 对咱们经济 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啊 真是没什么好处 当然了 有家人又问了 说 哎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抽底美元了 哈哈哈哈 家人啊 不要高兴的太早 万一美联储 又抽个风 放个水 降个息什么的 还不就得当场积极吗 再加上 最近外资流进 咱们资本市场很疯狂 你以为 都是老老实实来做生意的 投机取巧的 其实也不少啊 一赚到钱 人就撤 到时候大涨大跌 谁受得了啊 谁都顶不住啊 这个你刚刚说 房公司成本下降了是吧 对啊 可不可以把分析餐 公布一下 也太靠容了 不是 你让人家喘口气 行不行啊 真才经生 就是点赞加关注